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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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来了 我们回来看你了 还说那会儿你们没事呢 我说什么来着 我一猜一个准 对了 当时不是有一个 艺术般的女生 一天到晚和你们在一起吗 她没回来吗 她在养胎呢 都结婚两年了 可以啊 什么时候有你们的好消息啊 刘老师 是 她下个月可要办酒宴了 你分子钱准备好了吗 别广说别人 你们俩呢 我争取三年内完成目标 一定让大家放心 看你们现在一个个成才的样子 老师觉得很欣慰 思悦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演讲 是啊 好像时间差不多了 那你们先去准备一下 好 等会儿见刘老师 等会儿见 对 丁线 你留一下 我跟你聊两句 好 什么事了 刘老师 这小子 你别看他现在又是荣誉小悠 又是科技新贵的 有件事当年你是不知道 你要选文科 什么事了 周思悦 你开什么玩笑呢 老师 我没有开玩笑 你不要小看文理分科这件事 选定了 这就是一辈子要走的路了 一定有三思再三思 我明白 理科是我的兴趣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但是我文科也是可以学好的 这不是学不学好的问题 你这是白被浪费自己的天赋啊 那谁又知道我文科上就没有天赋呢 你 周思悦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报告 老师 这是我的文理分科表 行 你先放在这边吧 周思悦 我真的建议你还是考虑要选理科 对 老师 你说得对 还是学理科比较好 所以说这小子当年非要学文科 应该是因为你吧 你们那点事啊 老师都懂 好 行啦 走吧 刚刚刘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不告诉你 想知道自己去问他呀 你笑得这么开心还不告诉我 不简单 谢谢 学长 vel 最近怎么样 天好的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你们先去礼堂等我一下吧 好啦 他们男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走吧 看不出来啊 你还会打篮球呢 我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 来 亦军 听说丁线把钦铁给你了 放心吧 我不去 估计那时候我人已经不在国内 来了也没事 害怕你把人给国外跑了不成 这可不好说 不过我还得谢谢你 替丁线做了这么多事 不过以后不用了 不要 你 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不想去演讲的话 我随时可以顶着你 放心吧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走了 对她好点 走了 你俩干吗去了 刚刚去叙了叙秀 学长不用参加演讲吗 你这么关心她 那你自 说什么呢 好嘛 她说演讲太无聊了 她不想来 这样也唱 来 宋子熙和孔沙迪呢 他俩有事先走了 有事 算了 不管他们 走 这感觉好熟悉啊 让我瞬间有种回到了 当年我在这儿读高三的感觉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 都会觉得我是一直一帆风顺的 但其实我和大家一样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地迷茫 但可能我比较幸运的是啊 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他非常地可爱 也非常地善良 他有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坚强的人 是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挫折 都会继续带着梦想前进的人 我曾经受过挫折 也坠入过深渊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嬉皮笑脸地 跑到我旁边跟我说 周思悦 我相信你啊 其实这句话他说反了 我今天想告诉他 其实他 才是我唯一一直坚持 并且视为真理的人 丁宪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要干吗去啊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嘛 神神秘秘的 进不去啊 没什么能难得到你老公啊 还没结婚呢 别乱叫 走 谢谢你 感觉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 感觉好像一切都没变 想的 怎么有人在桌上嗑了个嗓子啊 感觉这早怪怪的 这该不会是你嗑的吧 你别帮丁线炒笔记了 困了困了 两分钟哦 这是个啥呀 丁吧 咋啦 这不是一棗子吗 这是个棗子 那为啥这儿有个沟啊 有吗 有吗 有啊 丁线炒笔记 我现在知道了你的秘密了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秘密 有吗 有吗 放入冰箱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突然的暴雨路看不清 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星星 看着那 最后一颗烟花或消失天气 提醒我有些话不说 一切会不会太晚 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 这样的喜欢你 在无名的行业 高低的季节 拼命再勇敢一些 我们会一点一听一听 长长的走下去 答案的命运 无解的问题 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 你拿我书干吗 你开 ftp друг 笑什么呢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